你現場主持給我聽 他們是看中我中日文精通的程度 還是我放下尊嚴的程度 這我就不曉得了 哈囉大家好 我是剛剛主持完 那我今天要把我的經驗 所有淡淡小小的事情 都無私的超詳細跟大家分享 那我今天想要討論的主題呢 大概有一下十點 好那討論的第一點呢 是口譯跟主持的差別跟需要的技能 那我覺得口譯的話 就是現場的反應度要真的很快 然後要很精準 不能夠亂翻 不能夠亂傳達 那主持的話呢 應該是你在邊講話的過程中 還要想下一步要進行的事情 然後還要想控制的時間要怎麼樣 然後如果是那種活動場合有影音的話呢 你可能還要想 就是要跟影音配合 如果是那種互動性的主持 就是要跟台下有所互動 像是本身見面會等等 會有很多的遊戲活動 對不對 那尤其是這類的 我覺得可能會更難掌控 因為會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 如花狀況 好第二點 如何談判價格 那這個分兩個 一個是你自己報價給對方 一個是對方 他有他的預算直接告訴你 那單刀指入的說呢 我這一次的酬勞 是對方報價給我的 不是我報給他的 那他給我的價碼呢 是24000元台幣 但是我最後不是領到這個價錢 請大家看到最後 第三個 是我這一次的工作內容流程 好那我剛剛看一頭又說了 就是日本知名偶像的粉絲見面會 大型中日主持活動 那他們的規模的話呢 我是聽他們說是可以容下 要白人的場地 那內容的話 我就看一下我的主持手稿 跟大家分享一下 欸這邊插一個話題 大家知道主持人是不寫手稿這件事情嗎 所謂的手稿 就是說主持人進行的流程呢 他所講的話啊 就是一些內容 都是有稿的這樣子 那這個稿呢 應該是要由工作單位 就是做好一本再交給主持人 像是我身旁的專職在做主持的朋友的話呢 我就有聽過他跟我抱怨 就是說 他就說主持人就是不寫手稿啊 那有些常商沒有稿子 那我就跟他說我不接了 什麼之類的 就是 他就是蠻生氣的跟我說 對 所以這個主持呢 都是有手稿的 而且是工作單位需要準備的這樣子 好 那我邊看手稿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一個可能是 他們的這個偶像團體呢 有六位都是女生這樣子 那 因為六位這個蠻多的 你光要記那個人的人名就花一些時間 他們每一個人都有每一個人代表的顏色 就是什麼黃色啊 綠色啊 藍色啊 等等 所以呢 你要六個人的顏色跟名字都要記好這樣子 好那請團員們 這我介紹完之後呢 是有六大單元要進行的 那其中第一個單元呢 就是競賽的單元 但是這個競賽的單元 所以是一個單元中有三件事情又要做了這樣子 因為第一個單元就是請這個偶像們玩遊戲 然後看誰積分得最高分的人就獲勝 那第一個遊戲就是準備六杯飲料 只有一杯是冬瓜茶 其他都是難喝的東西 就看誰喝到幸運的冬瓜茶會獲得一分 那這個遊戲總共會進行三輪 所以光這一個遊戲呢 有獲得三分的機會這樣子 對 那接下來的遊戲的話是繞口令 繞口令總共也是有三題 那每一題呢 就是要一個一個請團員們挑戰這樣子 繞口令呢難度會慢慢變難 一開始是六秒 再是八秒 再是十秒 第三個遊戲就是TEMPO遊戲 就是這個 這個遊戲喔 好可是呢這個遊戲有一點複雜的是 就是一開始 不是說他們六位都有每個人代表的顏色對不對 為了增加遊戲的趣味度啊 他們準備了就是六個顏色的髮夾 然後要請他們抽 面前他們每一位都要擔任不是自己的人物喔 就是要擔任其他的團員 然後以那個抽到的這個髮飾的顏色為主這樣子 就是他們團員們自己在抽完 在講的時候都已經有點要搞不清楚 昨天有六位欸 這三個遊戲呢 比完了我們就會選出優勝者 剛剛都是在考偶像嘛對不對 那第二個單元呢 就變成是要考粉絲們 那個拆割遊戲這樣子 那這邊是有四首 那每一首只有三秒鐘的時間 那就是請大家搶答 那答對的人呢就可以獲得禮物 那第三個部分呢是粉絲信的單元喔 就是他們六位呢 都要抽這個粉絲的信 然後念這樣子 還有一個額外的驚喜呢 就是因為剛好現場有一位小姐是 隔天剛好是她的生日 所以就變成要大家一起幫她慶祝生日 要請偶像們喊一下口號 然後也要請台下的人配合 就是一起祝她生日快樂 那再來就是他們講感想的時間 也特別訂做了蛋糕 要慶祝他們七歲 這個成團七歲的生日這樣子 那第五個單元就是 跟粉絲的拍照的時間 就是要請他們六位每一個人抽出兩位 總共有12位的人可以跟他們拍拍力得 最後第六個單元就是他們團圓的表演時間 其實還有很多要注意的細節喔 我只是簡單的來說明一下 大概的內容是這樣子 哈囉是隔天的大家 昨天因為主持完之後還要去教課 然後就來不及拍完了 所以就拖到今天繼續再拍 好我講到哪裡 就是我要說我是如何得到這份工作的 那因為我有在網路上經營 臉書阿 Instagram阿 YouTube阿等等的 他們是看我網路上的東西 知道我有在做主持 然後就來聯繫我 就是他請我過去面試 那我之前遇到的情況是 可能他沒有特別說要面試 但是可能會希望你寄一些你的履歷 你的經歷或者是你在主持的這個影片 影音檔給他 因為這個可能也是日本公司合作的 就是他感覺就是每一步都非常的小心 所以他就說希望我過去跟他們做個面試這樣子 有兩位面試官 就是一位是聯絡我的小姐 然後一位是他的主管這樣子 面試的時候呢 他大概就跟我講 我剛剛跟大家講的 這是我這一次的主持的內容的大概的大綱 那我是當下才知道 這整個流程是這樣子喔 他就直接跟我講說 欸那你現在挑一個一個部分 你擅長主持給我聽 我就心裡想到 天啊怎麼辦怎麼辦 就完全沒有時間思考 因為我要假裝好像面對很多的觀眾 然後我要非常自嗨的在那邊主持 大家可以想要那個畫面嗎 我想說感覺好像要就是 呃 要比較活潑啊 比較好笑 所以我那時候是講說 欸那大家都知道 他們都是日本一線的 非常厲害的森幽對不對 那你們先來看 森幽他們身體 什麼部位最厲害 欸我來看看台下 有沒有人回答 欸我聽到答案喔 對沒錯 就是舌頭 他們的舌頭最靈活 最厲害 欸是不是有人想歪了 想歪人打屁股 我今天真的非常的遲 我怎麼會 好我就這樣主持完之後啊 就是 我的台下的兩位觀眾 就是面試我的那兩位 就是這樣子 很震驚的看著我 然後覺得非常的害羞 對但是就 結果呢事實證明我得到這份工作了 哇 或許他們是看中我 中日文精通的程度 還是我放下尊嚴的程度 這我就不曉得了 對但是 就是面試完我回家之後 過每幾天就 就得到他們的回覆 就說 欸他與他的主管 就是面試完了之後 他們兩位都覺得 比較喜歡我 他們是面試了非常多人 聽說面試很多了 中日主持人 結果沒想到 居然他們選我 我覺得真的非常的感激 我真正在台上 要做主持的時間 是一個小時 就是他的行程表是這樣子 但是現場難免會有一些 突發狀況啊 或者是偶像門 可能話語會比較多 所以就會比較 拖長一點 那我大概應該在台上 有一個小時半 好那我剛剛時間 跟酬勞 都跟大家說了 可以想一想 可是呢我要跟大家說 你知道我的第一次 有多麼廉價嗎 因為我人生第一次的主持經驗 剛好也就是中日口譯加主持 而且那個是一個很大的 是日本的這個縣政府來 台灣那個廠要七個小時 其實主持的工作要到七小時是很 也是比較稀有的 通常可能就是大概頂多就兩個小時 其實就一個小時多就結束了 他們價格呢是請我自己報的 那我那時候因為是人生第一次的經驗 對我自己也沒有自信 那時候還沒有主持的經驗 所以我那時候這樣子七小時主持喔 我那時候才報七千塊 真的是超級便宜 而且是中日主持欸 真的是太便宜了 好那再來第五點呢 就是主持隨機應變的例子 其中一個環節就是要請粉絲們 猜猜看門生優的歌曲 就是播放歌曲 然後讓台下的人猜這樣子 然後啊 就有一個女生第一個舉手 有工作人員會遞麥克風給她說話 可是我還是聽不太清楚她在說什麼 就是有點含糊這樣子 就是有點恩恩恩恩恩 就是她明明是舉手 可是又好像不知道答案的那一種 然後我想說欸怎麼會這樣子 她就說啊好像那個MV裡面有誰誰誰出現這樣子 然後我想說天哪 因為我知道這個歌曲的答案 但是我不曉得那個MV裡面有誰 那我這樣要怎麼判斷她是對的還是錯的呢 那我就問團員就說欸是對的嗎 那團員說欸確實MV裡面有她這樣子 後來呢那個女生才說欸 因為歌曲是英文她不會念 這件事情我就跟那些三位們的翻譯講了嘛 結果那些三位們就說 因為歌曲裡面好像也有唱到那個 就是歌名的英文啊 就說欸你居然有聽這個歌曲的話 你怎麼會不會念這個歌的名字呢 的那種感覺 那那些三位們也想說 就沒關係 因為她確實提供的一些這個MV裡面的資訊是對的 所以就說好沒關係就給她對這樣子 真的沒有想到就是這樣子猜歌曲的遊戲 然後有人會說就是有人舉 可是不知道歌名怎麼講 或者是英文不會念之類的 就是會有這種突發狀況 所以我才會說我覺得 這個互動性的這種主持呢 就突發狀況真的會比較多 你很難想到會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再來我覺得就是好像要稍微讀一下空氣 因為就是在玩遊戲的時候啊 那可能其實聲優們 在那個過關與不過關的這個模糊地帶 就其實應該是算沒有過關 但是粉絲們可能就想說 欸就通融一下讓他們過關之類 就說好辣好辣這樣子 然後對可是呢 這時候我會看到說 欸其他的團員們好像稍微 面有難色 那可能主持人要稍微讀一下空氣 就是就是要還是要詢問一下 他們團員就說 欸那你們願意讓他過嗎之類的 那再來第六點呢是 中日主持的困難之處 那我覺得就是一般主持人呢 可能要考量到和這個現場其他 不管是影音或者是什麼其他的 工作人員的配合的問題 如果是雙魚主持人的話 就要特別顧台下跟台上 要做到就是隨時都要口意之外 腦中還要想接下來要進行的事情 還要想這個時間有沒有控制好 但是你在想的同時你的嘴巴又不能夠停下來 然後如果有要玩遊戲或者是什麼 有其他道具的話 你眼睛要看就是那個道具有沒有上來啊之類的 好 真的有點震驚到我真的要問的 所以我想問大家 如果是你的話你會去要那個錢嗎 然後你一定會去的 你趉嘴巴 那麼你會去的 我也我要走